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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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是你一定要说有业练的话 小业最快的就是累他 帮助别人 因为这个世界是 大家都生活在一种关系网里 关系网里面就像互联网一样 我们在互联网的一个点上 你一懂这个互联网其实都在懂 只是你差距了 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的 在互联网你的心 利他 利他 就是帮助别人 当你内心很痛苦的时候 帮助别人解脱 去帮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你有病途帮助别人解脱 就是说其实你在这个 我们都在70亿人口在一个互联网里面 当你帮到身边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会帮到他 假如说我帮到他了 他还有孩子或者什么 他就会帮到他 孩子会帮到朋友 一直那个帮助就会蔓延下去 你不是帮助一个人 当你帮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70个亿人口受益 他是个互联网的 就波及过去了 但你的帮助越大 可能影响你越大 但是你在利他 就是利益身边的人 就利所能及的是去帮助别人 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角色 当你生 当你自己生活在 突然陷入痛苦绝望 或者是一 就是病痛的折磨 或者一些角色情感 或者一些角色里面的时候 千万把眼光放到别人那 不要放在自己的 不要每天 比如说他伤害了我 或者一件事伤害 我每天把这个头脑 放在这件事的他身上 那你就永远 那就毁掉了 千万移动移动到他呢 或者他呢 忘记这两件东西 转移你的中心 然后甚至往远看 一直要把你的眼光移动到整个全世界 宇宙一直一直往 甚至六道钟上挖开打 这也是一个方法 让自己的心离开 否则就会牵引得很厉害 这都是需要训练的 不是人天生能做到的 不断地训练自己 能够从一件事里面扯出去 让自己自拔 这叫自拔 这件事来了就像个黑洞 就像个深渊 你掉进去了 要自己自拔 就是把你的心念头 移动到其他世面去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受了挫折磨呢 会去寻找宗教啊 会去寻找一些 就是有力量的人 或者是去 因为那些人 或者那个宗教的力量 或者有些心灵的指导 他的力量能让你移动 能让你的心移动 移位 就像你太空里边的星球 那个星球比这个星球大 他能把你的意义牵引出去 或者其实有时候 并不是说他真的说 能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他把你的心啊 从这个地方移动 让你不再关注 让你的关注力 从这儿节弱了 这也帮到你 其实事情有时候 我们很难解决 但是你可以不痛苦 你明天后天大后天 你也不会痛 嗯 你为什么会痛苦呢 如果你坐着这一刻 你是 没有开心的痛苦的 你一直在听说话 或者听别人在聊天 下一刻你也不痛苦 下下课你也不会 但事情还在 你这一刻不痛苦的时候 并不是事情解决了 是因为你 可以脱离开这种事情的影响 转到别人了 不是转 就是我们是有不痛苦的能力的 是你没发现 是你没发现 你原来觉得 哎呀有事我就应该痛苦 这好像天经地义的事 一下子就切进去 是当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交流的时候 突然你有一秒钟发现 你甚至可以不痛苦的 那件事并没解决 你竟然无动于衷 你竟然没痛苦那一刻 你什么也没想 这件事还在这 也没忘了它就在那 嗯 但是难道痛苦是对的吗 你不痛苦才解决问题 你痛苦能解决什么问题是吧 我们是可以不痛苦的 其实你选择了痛苦 嗯 当件事发生的时候 你选择了痛苦 你认为是应该的 嗯 因为他是你亲人 嗯 比如说父母走了 或者因为他是你妈 他是你爸 他是你老公 他是你老婆 他出世了 或者是他怎么孩子 有问题了 你自己概念让你痛苦 因为这是他 他是你的 是我的东西 嗯 如果是别人的 如果是别人的老公 别人的亲人 你肯定不痛 嗯 是吧 只是一个芥蒂 就让你导致你痛苦 但痛苦没有用啊 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们仅仅因为芥蒂的不同 一个我的跟他的 就痛苦不堪 嗯 因为是我的爱人 或者是我的父母 那是他的父母 他的爱人 我就不痛苦 弄你呢 是吧 又是你的 今天说说 不是你的了 是我的 我就开始痛苦 就头脑里面 就意味着 两个 我的跟你的不同 但是 痛苦的程度 就很深 是不是 是不是 还是我直 是 在根本上是我直 我们不知道虚毛 就是活在一个很狭隘的视角 嗯 我们已经习惯了 享受我的 嗯 我们到所有的我的东西 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们在得失里面 就是 因为我的失去了 我的出事 出问题了 我的怎么了 多事啊 里风里啊 等等 嗯 他最难破的就是我 他还是弄我 他痛苦 他弄我 确实是我的呀 但是这个我 事情是可以有的 痛苦是可以没有的 哈哈哈 事情是没办法的 有些东西是因果 有些是这个世界的 很多很多 人有淡血祸福 你说 天上下冰包 有时候砸了我没下 那真的是没办 谁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吧 有时候蚕死一颗蚂蚁 人家果报来了 是吧 你都不知道 啥时候才死的 你怎么知道呢 是吧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避免不了 淡血祸福了 要没有这一生平安 我们觉得很开心啊 是不是 那有了 那又怎么办呢 事情发生 事情是事情 你可以选择你的情绪的 嗯 这就是休息的 第一步要做的 选择你的情绪 你可以开心 可以不开心 嗯 有学力去调整自己 有能力去调整自己 这第一步应该做到的 嗯 还有对佛说的空性啊 越来越深的了 但那就需要一些定 嗯 定个功德 就是说功德是威士 功德是什么 功德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助手 真的需要你啊 不要以为说 你真的这个世界的助手 都需要你帮 哎 或者是说佛菩萨需要你给供养 真不是这样的 是 因为你破我是需要 因为你那个自我 只有在做功德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那个我又多厉害 多强烈舍不得 嗯 那是我的 哎 他骂我了我还宽容他 凭什么 凭什么让我宽容 不是他宽容我等等等等 为什么啊呀 这一大堆总是拼什么 为什么 拼什么为什么 你要成佛 拼什么为什么 没说人家要成佛 你是发现要成佛的 你拼就拼这个 你去做 是不是 你拼什么 没什么可拼的 其实做了还是自己 你做了你不抱怨 你会发现你的心胸气度 慢慢就打开了 有一天你不在位 拼什么为什么 跟每个人做平等心 慈悲心生起来 你知道平等性慈悲心生起 你已经是佛了 嗯 不知不觉你成佛了 知道吗 众生平等了 在你眼中 没有美醜 没有构精 没有分别了 你的分别砸破的 不知不觉破的 嗯 你没有功德你砸破 是吧 脑子里说 他跟他平等当 做事的时候 他就是不顺着 我就是不让他喝茶 我就让他喝 是吧 不给他喝 是吧 然后我说 众生平等 然后坐在这 是吧 他不顺也不给他 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的平等 你的平等就是 带着我值的平等 也不能说 你是个坏人 你不给他喝茶 是啊 他平什么 是吧 我的茶他平什么要喝 是吧 我不给他是我的选择 我给他喝是我的选择 是吧 他也说不出你啥 这个是不是 但是你要成佛 你要问我怎么破我值 平等 给他就给他 因为他坐在那里 就是 我是举个例子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做别的事情 就是正好借此破我值 正好借一些事情来破我值 而且要反复的每一件事情 在哪一件事情 纠结了 反复的反复的在这件事情 可能做很多次才能成就 嗯 要是 就是 空在哪里 就靠那个屋顶 就这样也能看开 你不在乎自己 没有自我的时候真的空了 那就叫空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切挂你 切拌你了 什么东西来了 你这儿已经 就说不影响你了 那也快离空差不多了 嗯 它不影响你还不是空了 它影响你 你说我这儿空了 老师我打坐这儿有个空洞 啥也不是有病了 怎么会有空洞 它不影响你才叫空 是吧 对 你波动了 一点点事过来你就波动 那叫怎么个空呢 那我值还在哪儿吗 我还在哪儿 是 它不影响人